大家好,我是羡慕 今天 有性 不是說有性質 反正就是 待會跟你們說為什麼 我想拍個VLOB 現在我要起床 我的背好痛 好酸 現在刷個牙 好酸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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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适合并不至于写之前是写的 但不是写的 这件有一件事 写意吃的 写的一份 写的尿尿 写的尿尿 内容是写的 写的尿尿 晚上的时候再去亚洲超市 待会去买一个土耳其烤肉 现在我准备出门 哎呀好冷啊 我就穿了一条裤子 睡裤 然后一双拖鞋 然后这个阿里达斯的外套和里面一个短袖 看一下外面的天气非常好 然后现在春天了 就也都开始发芽了 前段时间根本就是全是枯草 我现在要回趟家因为 呃 完全完全不忘记带那个现金了 因为他们那个电视不接受卡的 我卡也没带 全给忘了 呃那现在回去一趟吧 带几个硬币就够了 哈喽 我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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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哈喽 我来来来来 Foundation 我来来来 湾 然后里面有蔬菜里面有鸡肉 鸡肉牛肉可以自己选 然后有这种沙拉 我觉得味道还挺好的 但是不能一直吃 因为太上货了 自己不想做饭的时候就 就去买这个 这个便宜就关包 不然吃中餐的话一顿可能就有20块钱 我发现人民币 140 150之间 这也是还可以了 140 150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在上海吃一顿也不便宜了 如果我习惯在上海的物价的话 其实来这边是没有太大压力的 今天下午 完全把这个拍Vlog时间给忘了 现在出门买个菜 然后带了很多这个瓶子 这边空瓶子可以换钱 这里估计能换个五六欧吧 五六欧可以相当于人民币三四十了 那我现在先出门了 问药店问一下 有没有唇膏卖吧 因为最近 因为这边空气实在太干太干了 我真的没办法想象 这么干地方怎么住人 真的没办法住 我就是每天 那个嘴巴特别特别的干 就干到一定程度的那种干 所以我现在要去买个唇膏 刚刚买到了唇膏 现在来涂一下 我之前没有买唇膏 但是我家里有那个凡士林 用那个凡士林涂那个嘴 真的就是油到不行 就是感觉没办法呼吸那种油 所以还是买个唇膏比较好 果然这个是清爽很多 现在我进地铁站 只要坐一站 因为我不太想走路 我从来都不买票 我这个人非常的野蛮 我从来不买票 我每次都是逃票 大家不要学我 而且不对 这是不对的 对 我从来不买票 然后坐一站就到了 这边地铁特别特别富 现在出地铁站就是这个样子的 出来就是一个城堡 往前走 我又开始流眼泪了 可能是因为太干 然后冷空虚吹的吧 对 我刚刚就没有买票 然后就出来了 我和大家就是简单讲解一下 这边地铁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我可以逃票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这边地铁是没有闸门 或者那种检票制度 也都没有保安什么都没有 就是买票全靠自决 但是他们有那种抽查的 怎么抽查呢 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几个工作人员 流窜在地铁里面 就是如果你被抓 他们随身带一个小包 然后一些机器 然后如果 你被抓住的话 那就要罚钱了 一次是60块钱 60块钱就是人民币 但是一张地铁票的价钱就是 2块9了 3块钱了 就是21 3块钱我记得好像是 那就是20 2023人民币吧 那我就不想买这个票 因为我就只做一站 但是即使我是去很远的地方 我也是 呃 不买票 因为我就是不想出这个钱 呃 大家不要学我 这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 对 但是 我做了这么 以我这么多次来经验来看 这个被查的 其实是非常小的 我是 我个人是有被查过一次 我被查过一次的时候罚了60 然后当时我罚单都不想交 然后我就去了巴黎 然后我把这个事情给 呃 完全给忘了 回巴黎之后我发现已经过了两个礼拜的那个 那个 付钱 付钱的那个期限 发现已经 double那个钱了 就变成120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付的时候就又变成60了 本应该我要付120的 因为我过了那个付款的期限 可能工作效率太慢了 反正我就付了60 最后 呃 啊 过个马路 然后最后付了60 呃 对 但是我来这边三个月了 我基本 也没有天天坐地铁吧 我经常坐地铁 但是我也才被抓了一次 如果 如果你想做一个很规矩很守规矩的人 嗯 有一个选择其实也是 对我来说不ok 但是也算是优惠的选择 就是 一个月你可以买那种月卡 月卡就是90欧 90欧就是 大概600多人民币吧 650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贵 所以 我是不想 花一分钱 而且我经常都是晚上出门 晚上那些流窜 抽查的人已经下班了 所以 呃 我也不是非常 我也不是非常担心 所以我也没必要买票 我就不想买了 但是现在这样大白天 其实我是有可能会被查 但是我不住在市中心 呃 那些查票的他也不喜欢 就是来这种非常冷静的地方来查 所以我也不是很 那个 而且我就做一站 一站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检票的人 他是上一站 从 不是 你能看到他们上车 如果你看到哪一个车厢里面有检查的 你 你不做就行了 因为你只做一站 你上了 你上去 你可以检查 那个 嗯 抽查的有没有和你在一起 一起上车 嗯 然后下车的时候 你就可以走了 下车就可以走了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担心 会被查 所以每天我做 做这种一站的就 我就一直不买票 也不是说这种一站不买票 我是全部都不买票 对 关键是一趟的那个地铁票的钱 实在是太贵了 单次三欧三欧人民币 二十多块钱呢 我靠 对 所以我不买 嗯 今天天气还挺不错的 嗯 也 我估计这礼拜也出去玩 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 嗯 在 时间和精力 在 去寻找一些新的朋友 嗯 因为一个人在这 他也待着太寂寞了 我总不可能一直 靠去旅游或者去欧洲其他地方 找别的朋友去排解我的寂寞 这个办法可能是不可行的 嗯 所以我还是决定 还是不要逃避在这边的生活 好好的交友 但是这边的人就玩的非常的狂野 就比如我上周出去 他们一定会连续通宵 好几天那种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真的没办法和他们 跟上这个节奏 我是跟不上他们的经历和节奏的 所以我会比他们早很 很 我会比他们早很多先回家 所以我会错过和他们很多 共享的回忆 就是错过很多和他们相处的时间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嗯 我只能尽量多的和他们找机会和他们接触 耶 快到那个超市了 妈的真太妈尴尬 我举着这个手机 不过没关系 老娘 I don't care 这天马上到了 戴个口罩 我也不喜欢戴口罩 因为自从 2月份被感染之后 因为就会有抗体 然后从那之后 哪儿去哪儿我都不戴口罩了 在室内在地铁我都不想戴 但是其实是不好的呀 来到不要处了 完蛋了完蛋了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 我忘记把这支瓶子给那个了 去换钱了 发现这里没有换钱 把瓶子换钱的地方 你看 怎么办 我这个带的全是满的 我今天怎么带菜回去 只能明天再来一趟了 我忘记了 我靠 烦死了 不能疯狂购物了 明天再来购物吧 我拿着先不快了 我待会儿去给你们看成果吧 刚刚就完成了我的购物 我就立马 我就大概待了5分钟不到吧 我就出来了 因为 我没有足够的空间 去装这么多东西 我就买了几样 我就出来了 但是我有被 这个亚洲超市 的 的物价给震惊到 首先说我花了多少钱吧 这一次 这次我花了 三十四 不 43块几 接近44块钱吧 在这边44块钱 如果你去本土超市 能买到非常多的东西 甚至 甚至我可以说 就比相对来比较节省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40多块钱的东西 能够吃快一个礼拜 如果你去本地超市买的话 但是我刚刚买这些东西 我买了什么 我就买了两袋饺子 然后一包汤圆 然后一个那种什么拌面 还有几包辛拉面 还有一个香菇 还有一把葱 还有什么 忘了 反正应该还有一两样小东西 这里就44块钱 44欧 相当于 300多人民币吧 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我就买了 这么点东西 这实在太贵了 但是 这也不完全是因为 它是 亚超的缘故 嗯 据说是 最近新闻一直说的 据说是 也是因为那个 战争的原因 乌克兰不是在打仗吗 乌克兰还有俄罗斯 都是欧洲的两大粮仓 所以食物都是暴涨 最近 so yeah I spent a lot 但是我应该会去本土超市去买点东西 明天吧 因为我要把这些瓶子给换了 因为这个瓶子换钱 只能在本土的超市换 像这种亚洲超市是换不了的 so yeah 然后我现在回家 我要做一个那种尖角锅贴类似的 待会给你们展示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本来是想说记录我的一天 结果弄成一个做菜vlog ok 我住的这个区域就是特别特别安静 你看 这边环境是挺不错的 但是全是老人在住 所以我要出门的话 还是要跑一段距离去市中心 找朋友玩啊 有酒吧喝酒啊 这边都是没有的 然后刚到家 先把这个拿出来 准备做饭 这次要做的是水饺 就是这个 但是我不是用煮的 这个锅先刷油 然后 把饺子给排列上去 哎我刚刚上去拍了 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 我把这个整个饺子给拱上去 然后放到 就是刷了一层油 然后把饺子给放上去 然后 然后 放 水放到 这个饺子三分之二 没过饺子三分之二的地方 然后 因为这个锅太小了 我就想吃更多 我就在表面上放了下 我想有一个 打到一个蒸的小款 上面东西给蒸熟 因为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现在我们准备下一步 下一步 打两个鸡蛋 然后 我们搅拌碎之后呢 加入 加入 那个小葱 哎 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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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葱放上去了 后面拿好多 大事不好 我把葱给弄丢了 你因为花钱买葱嘛 刚又找了一下 由于我把这个葱给弄丢了呀 所以我自己还是想 自己自创一个吧 就加香菇吧 不加葱了 因为我刚刚正好买了香菇 香菇还在 哎呀 还是可能要切碎了呀 把它撕小一点吧 装成品是这样 好像鸡蛋太少了 我应该是只放香葱结 我放了一碗蘑菇 好 然后现在是把这个蘑菇 倒在这个里面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倒进去 给它凝固 宣布一下我失败了 你看我这全糊了 我和你们讲一下失败的原因 我其实想把这个锅给洗了 实在太可怕了 全糊了 全糊了 OK 我刚刚把这个锅子给洗了 然后现在我来评价一下 这个做坏了的 本来我想是做一个锅贴的效果 结果没做成 变成一个这样的效果 但是刚刚吃了香味道还是可以的 就勉强吃了吧 虽然看起来很难看 但是至少 饺子的味道还在 真的非常难吃 但是没办法 我已经把它也吃的差不多了 待会就洗碗了 那今天的vlog就到这 因为做菜做的太失败了 我也不想拍下去了 我靠 那我下次做一个大菜 就比如说什么鸡爪呀 什么吃的 我很喜欢吃鸡爪 所以 下次见到下次见 别的别的 别的别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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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